便行情埋伏的嫌犯 足屋促身的對方回家 毫無防備之際 一個劍步上前將人逮捕 而他是理性製毒師 涉嫌夥同駐守 在南投山區製作毒品 其方繽紛兩路 同一時間逮捕良民嫌犯 就是因為這座製毒工廠 早被破獲查扣 兩人藏身地也被鎖定 辦人員穿戴全身防護裝備 人受高溫悶熱茶器 而一進到鐵皮屋 裡頭堆滿毒品喵喵的成品 以及半成品 還有各種製毒原料 總賺高達180公斤 出乎可製成60萬包毒品 咖啡包總價值約 新台幣1.8億元 裡頭無人看管製毒器具 隨意擺放攪拌機 還在自動混合原物料 原來零性製毒師 找來紅杏助手 從去年8月開始 選在南投中寮偏遠山區製毒 因為如此一來 花旋反應產生的刺鼻惡臭 以及大量濃煙 就不會被發現 不過情事局接過情資後 未裝成登山客上山 尋找確切地點 經過五個月埋伏搜證 今年三月先查扣工廠 接著兵分兩路 分別在台南以及台中 收網抓人 本案所查獲的毒品喵喵 就是摻雜在市面上的 毒品咖啡包 市面上的毒品咖啡包 裡面每一包 約含有0.3克的喵喵毒品 疑心製毒師工程 背後還有師傅救導 卻講不出對方本名 疑心埋名焦製毒 宛如致命引擊絕命毒師翻版 警方將持續溯源追棄 要把絕命毒師從幕後揪出來 以及新聞公朋友 我張欣誠 邱胡亭才好報導